众生都是父母 你要强迫你自己去爱众生 但是是无所求的 所以我这样讲 我希望各位呢 老实说我下午去那个教堂 我进去以后就拍照 所以我们今天在教堂念了很久 心经 往生咒 辩识咒 刚入水 那管理人员都来了 这批人在干嘛这样 那我说我们就请导游跟他解释 不是商业 我们是在祈祷 因为我很认真 那是在超度的意思 因为我以前是天主教的神父 所以那时候我就会观想 我戴着帽子 然后呢 请求圣母玛利亚 戴着这些亡魂 对不对 然后呢或是地上的 或是地下室的 然后呢跟着圣母玛利亚 看要升天 还是直接去极乐世界 除了观想圣母玛利亚 又观想圣母玛利亚头上有阿弥陀佛 随便他选 但是首先你要让他吃饱 首先你要让他不病 所以你要为他念辩识咒 刚入水箭言 念叶叶让他有衣服穿 讲来讲去就是表达爱 爱 关心他 你爱他 关心他 他 我告诉各位 每一个鬼都有他心通 你不用骗他 就像有人问我说 师父这个写牌位 我现在改名字的 要写哪一个名字 我说你剁成肉酱 他还认得你呢 你写不写 对你 因为冤亲在主 难道你改的名字 他就忘了你 那不是好混 所以 我说你写什么都关系 他都会跟着你 因为那冤亲在主 讲到冤亲在主 很多人说 师父我帮他写牌位 出了多少钱 为什么听说 冤亲在主没超度 胎胎还在我身上 你用一个妈妈的心 跟一个观音菩萨的悲心 来爱护他 这个叫超度 因为他不恨你的 就超度了 然后你观想观音菩萨 带着他 阿弥陀佛的莲花 他就去了 不难 但是如果你没有悲心 就算你把整部经 都背下来 我在台湾还听过 台湾讲什么 念一部地藏经 一万二 送一部阿弥陀经 都是行情价钱 这个末法的意思 只是说念经变成价目表的时候 那就危险了 所以我到日本也有感受到这样 我到很多国家都发觉有这个问题了 大牌位多少钱 中牌位多少钱 小牌位多少钱 那变成一种 把宗教当作一种买卖 失去了宗教的本质 是最痛苦的 所以我经常跟很多居士 如果你没信心 你还不如自己念 因为你孝顺 你用孝顺的心 替祖先念 念地藏经 祖先好高兴 你用孝顺的心 替祖先念阿弥陀经 而且你相信阿弥陀佛 你也愿意往生 这个观念很重要 首先你相信 因为你要孝顺心 祖先就有他心通 他就知道 你相不相信 而且你自己已经发愿了 哎呀阿公啊 我要去极乐世界 但是我先送你去 那阿公 那我去那边等你 也就是说 念阿弥陀佛 如果你自己有信心 而且发愿 一定要去极乐世界 然后你去回线给他 对方就会感动 就会去 所以念下来 同行同愿 所以你要跟阿弥陀佛 同行同愿来念佛 这样 然后你的心就可以 转到对方那边去 对方会被你感动 这个叫超度 所以韩国元晓大师 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 元晓大师小的时候 他的师父 叫什么名字 我忘了 有一次看到一只狗 被打快死了 他就把他救回来 然后再给他念一段经 念完以后 他师父就把元晓找过来 小和尚 继续帮助这只狗 师父出去一下 师父你有事 对对 你赶快念 我出去一下 结果元晓大师 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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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那里看 狗死了 他也不知道对还错 结果他师父回来了 带着面包 带了 去买了奶 就跟人家喂奶了 就放在小狗面前 小狗啊 超度吧 就这样超度了 他师父就跟元晓说 元晓 狗要的是面包牛奶 你要让他快乐 你让他快乐 那刚刚你念的经就有用 虽然我想要帮助他 但是狗现在需要的是什么 所以这一点各位要记住 为什么汉传佛教很重 这个大蒙山啊 放宴口啊 准备一些食物 或准备一些漂亮的衣服 所以我们在台湾超度堕胎胎了 我们就会拿奶嘴啊 奶瓶啊 漂亮的衣服啊 玩具啊 鞋子啊 我们都有带一些来 就放在那边 然后呢 让那个小朋友很快乐 那很快乐以后啊 为他念经啊 就像我们现在这两个钟头啊 是不是修行啊 天下把这个修行的功德 就回向给他们 所以让他感受到 我们对他的爱 但是 宗旨不再超度他 宗旨是什么 你想超度自己 因为那时候你充满爱 所以没有对方的苦 你没办法修悲心 修解脱 没有众生的苦 佛没办法成佛 所以众生念佛 佛念众生 因为佛永远感恩众生 所以因为佛的存在是为众生 所以我想各位最好的方法 多去接触 下回我来墨本 我看我住一礼拜好了 我这一次来还觉得印象不错 不是 我每次每个地方都发这样的愿 但是我没时间 我都会住一个礼拜 不要搬家多好啊 然后我就可以去浮沫 你们带我去监狱门口也好 不让进去 我在外面念 大医院啊 我最喜欢去急诊处 我一直念 而且坐在哪里 我最喜欢坐在癌症科门口 没人敢坐在那边 得癌症也不敢坐在那边 因为怕人家笑你得癌症 所以我会坐在那边 一直念 为什么 因为对我帮助最大 那个时候我只能用一个心 不能用什么 悲心 对方得癌症 让我们觉得很苦 叫出离心 我也不希望得癌症 但是因为你有苦的感受 就会生起出离心 我不要造这个业 而且进一步呢 对别人的苦 你会产生悲心 而为他念 念什么呢 什么都可以 你喜欢念心经 念阿弥陀佛 你念 随便你打坐 可以 因为有对境 你才不会离开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绝对不是 自己关在房间念 当然关在房间是个住院 除非你观想 我现在坐在这边 地狱在我面前 恶鬼道在我面前 然后你要感受到他的苦 所以我现在开始 为他们念心经 大乎 那可以 然后再一个重点 我要告诉各位 当你感受到众生苦 谁来超度他 请问 谁来超度他 不是你自己 如果你讲你自己 你就会傲慢 是佛来超度他 我们对佛的信心 对众生的悲心 我们变成这个媒介点 就像一个小小的镜子 可以把阳光反射到地下死去 那个时候 你就要保持清静 无分别的空性 你才可以把佛的力量 展现出去 这个叫一心念佛 念佛的对境 是苦难的众生 所以你要经常这样练习 苦难众生在我面前 然后想到哭最好 要有感动 要有感应 所以我经常去医院 我都去故意 人家如果带我去看 我就会希望多跑一些 这个老人的苦 那个癌症的苦 那个骨癌的苦 我都把它记在心里面 因为你记在心里面 就像我妈妈的苦 我儿子的苦 我爸爸的过程 我都把它记在心里面 这样我以这个点 比较容易修悲心 然后不但我妈妈会这样 所有老人都会这样 所以你去想他们的苦 以这个为慈悲心 然后这样来念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要是佛 但是为了要把佛陀的 圆满的力量 真实去帮助受苦的众生 所以我要专心 不能有杂念 不能有分别散乱 那这个叫空性 空性不是没有 空性是没有我的分别性 只有对佛的信心 跟对众生的悲心 这个叫空性 所以就像各位在合掌的时候 这只手代表佛的圆满的菩提心 这只手代表受苦的众生 要把受苦的众生 得到佛的加持 要靠我们 我们是那个连接点 所以就像一条血管 我们输血 要救撕血的人 不是留一滴血在我们身上 我们做那个中间人 但是你不要说 等我成佛来度众生 讲这句话叫不懂佛法 佛陀说 你现在有悲心念佛 你当下就是佛的力量 在帮助众生 佛陀说 以他的立场 他像太阳一样 二十小时都在普照了众生 但是有些众生 没有办法接受 但是透过我们来 回向给众生 关心众生 反而他得到了 所以佛陀说 当你念佛的时候 有这个悲心 十方诸佛 皆供养你 记住这句话 皆供养你 还有一尊天王叫 念一下 财宝天王 财宝天王 就是北方多闻天王 他又发个愿 如果有人用悲心 在念佛诵经的时候 他把世间 包括天上的财富 供养他 希望他专心念经 不要跑去赚钱 为什么 因为你在利益众生 所以他叫多闻 多闻就是希望大家 多听闻经典 世间所有人都多听闻经典 所以他的咒 跟我念一下 要不要发财 好在他的咒很短 多闻天王 先走来 那你最好 当你念的时候 最好你变成财宝天王的心态 我要护持所有修行的人 念经的人 而且希望他们所念的经 整个宇宙法界都听得到 而且让所有在修行的人 都不缺财宝 各位 如果你有这个心态 你自己也不会缺财宝 因为你为众生想 所以我想 所以我想佛教的修行法门这么多 特别在大乘佛教 那不离开大悲心为根本 所以不管你修什么法门 我希望各位呢 最好告诉你身边的人 我现在开始在修行 请你做我的裁判 一个人没有人盯着你 不会进步 这个就是佛教的师 老师 拿摩本师 这个师代表你要有人教育你 影响你 盯着你 如果你一个人 没有在 没有人在督促你 你没办法修行 所以各位永远要跟 十方诸佛说 护法善神说 行你随时盯着我 我如果讲错话就咬到舌头 我发这个愿的 我好几次没有咬到 就是被针炸在我后楼 就一直很大了 插过去 但我不会痛 我只想 哇 炸到针 不要这样 我就静静的 因为有些话不需要讲 虽然你好心 好话不要说近 对方现在因缘不具足 不要说 你现在说 他反而起一个烦恼 反弹 对他没有帮助 但是你 你要授权给这些护法菩萨 好不好 你要授权 就像我发一个愿 如果我这辈子再去谈恋爱 我就下无间地狱 然后这辈子就不得好死 我发这个愿 因为你不发这个愿 你就会又开始去玩 因为人 不要相信自己 这个叫戒 如果你不敢发愿 那就不叫修行 所以 因为你还会伤害到别人 所以针对你自己的缺点 你一定要发愿 你是爱生气的人 你是骄傲的人 你是会批评的人 甚至你是会贪欲的人 你要针对这一件 不过佛陀讲 贪还没关系 贪漂亮没关系 贪才会成佛 了解吗 我们中国人什么不贪 就是贪做功德 对不对 大家出钱 出钱盖妙 放生烦恼 我去个消灭 我 tatsächlich